吉吉正公所在暑假期间的周末假日 为了丰富游客前来吉吉小镇的游城 特别在吉吉火车站东边沿着铁道旁的空间举办铁道市集 就是非常感谢我们吉吉正公所这次举办我们这个铁道市集 结合我们这个水资源的一个节约水资源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吉吉商圈呢在暑期的时候也推出了12种不同的一个DIY 那我们在这个铁道市集我们有搭配三四种免费的DIY 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加 我们在7月29跟8月2号的市集也会出摊出来 那我们大家如果没有参与到我们这个摊位没关系 我们随时到我们的FB 吉吉商圈的FB还有我们的官网 搜寻这个晋级的旅人 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个报名的简章 暑假是吉吉的观光旺季 不论是平日或假日都有许多人带着小朋友前来旅游 因此不论是骑自行车体验DIY 都有许多不同的优程来让家长与孩子们体验 现在因为是暑假旺季呢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都已经在平日会带小朋友来吉吉玩 那假日的话呢 其实吉吉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适合出游 那我们这里也可以骑自行车 然后像今天有市集 我们早上带自行车导览就有客人特别留下来参加这场市集 然后还来做种子手环 然后刚刚也来跟我们买我们的红果珍珠汽水 那就是让我们积极在玩乐上呢又多了一个选择 议员陈初会表示相当感谢政公所的用心 这次除了有许多DIY体验 也有许多在地优质农产 希望能够借此来行销出去 特别在暑假期间邀请在地的这些农民小龙 在铁道两旁摆设摊位 目的就是要迎接暑假观光的人潮 那相信说整个一个规划过程当中 一定可以带给小龙对于做生意有一个观念以及概念 一个摊位的市集一定能够带给小龙 有一点很大的一个经济的收入 再次的感谢积极政公所的用心 那也希望说我们在地的这些小龙 也更要创新 然后有一点小创意 公所也表示积极铁道市集 有得吃有得玩 更有免费DIY的体验 欢迎民众前来旅游 记者邱贫义 积极采访报导